继续来看鹤旗之水专题 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 HH区域性水利系统的输送过程 而有关这个水利系统的争议 至今也仍未停止 更有环保人士提议拆除大坝 重现HH山谷的自然风貌 我们来看梁秋玉的报道 秋玉 好的 主播 位于优山美帝国家公园的 Hatch水库 距离湾区旧金山有160多英里 这么远的输送路程 完全靠的是重力驱动 而70多年来 从未中断供水的Hatch Hatch系统 也一直引发争议 环保团体Restore Hatch Hatch 更计划于明天 向旧金山选务处递交申请 将拆除大坝的计划 放入今年11月的选举 一旦Hatch Hatch系统被拆除 再建另一个新系统 又会产生哪些问题呢 让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Hatch Hatch水库 依山环绕 海拔约3800英尺 水源来自Sierra雪山 水域460平方英里 最高蓄水量1170亿加仑 每天供水接近3亿加仑 给湾区250万民众 占系统总供水量的85% 其余来自湾区本地雨水溪流 旧金山水利局负责管理 这个长达167英里的输水系统 包括11个水库和3个水处理厂 位于Trissey新改建的Tesla 是输水途中的第一个 紫外线杀菌消毒处理厂 而水要经过杀菌消毒 才可以给民众饮用 之后部分水会直接输送 至旧金山县市十多个水库 当中数日落区水库最大 另一部分水储存在东湾 和中半岛的几个水库 位于阿拉米达县的 卡莱威尔斯水库大坝 则是Hetch Hetch系统中 在湾区最大的水库 Hetch Hetch水利系统 过去七十多年来 从未中断服务 而这个水利系统所引发的争议 更是从筹划之初就已经开始 而且持续了一百年 加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丹Longren最近要求内政部长 调查旧金山是否违反瑞克法 因为法例要求旧金山 要用光本地的水资源后 才可以用Hetch Hetch的水 Longren指 加州多个县如洛杉矶和成县等地 都有把废水回收再利用 但旧金山却一点没有循环再用 浪费Hetch Hetch水资源 Longren和部分环保人士 更主张拆除水库大坝 还原山谷自然美景 100年代后 他继续了战争 为它的保护 旧民影星Harrison Ford 亲自参与 Restore Hetch Hetch宣传片拍摄 不过民主党籍的加州国会议员 范士丹和普洛西都反对拆除大坝 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范士丹在写给内政部长的信中指出 旧金山正在试行三项水循环再用计划 并与湾区其他水利机构 研究海水淡岩项目 开发水资源 根据旧金山水利局的计划 今年会开始用回收再利用的水 灌溉两个高尔夫球场 水利局表示 拆坝会衍生许多新问题 另外开发新蓄水地点 如何替代水利发电 用户水费增加 还有修建新系统的经费等 也都是问题 旧金山市议会主席秋庆福认为 拆坝计划要谨慎决定 而民众对拆坝又有什么看法呢 环保团体打算在旧金山 收集7500个签名 将拆坝计划放入今年选票上 让选民投票表决 另外代表加州中古地区的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David Newins认为 1913年的Ricker法 至今只要求该系统 每年上缴联邦政府3万元太少 建议提高至每年3400万元 资料显示 加州每天人均用水量 约155加轮 而旧金山市 人均的用水量是55加轮 约是全州平均用量的三分之一 在了解了HH水利输送系统后 大家也许会问 经过167英里的旅程 Hetch Hetch Hetch的水才能被用户使用 水质是否仍然洁净和安全呢 在明天的鹤奇之水专题 就会为您解答这些疑问 请您继续留意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